小米11真的不值得买 Hey what's up 各位 欢迎收看本周的小麦开箱去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麦 没错本周呢小麦要继续帮大家开箱啦 没错今天要帮大家开箱上手试完的就是 登 我手上的这个小米10的Ultra 我们现在呢我们先回到开箱的画面 走起 OK现在呢我手上这台呢 就是小米11的Ultra的包装盒 看一下去年我们小米10Ultra 它是一个10周年的这么个纪念版 所以小米11Ultra的盒子 跟去年小米10Ultra的盒子 比起来是小屋见大屋 带我们来做艾斯基某人 来我们马上开箱撕摩 各位 这个呢就是小米11自尊版 后盖是陶瓷的这么一个材质 往摸上去很温润的感觉 很 挺像 硬邦邦的 而且摸上去很滑 很有温度的感觉 还给你配了这么一个硅胶套 抗菌的硅胶套 你看后面这个开口 这开口真大 然后雷总说过小米的环保呢 其实它这个盒子里面是没有充电器的 你可以在买的时候选择要不要它这个充电器的套装 有充电器跟没有充电器呢 它的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 67瓦的这么一个充电器的套装 这台Ultra呢是67瓦的有线充电 还有67瓦的无线充电 OK 各位 刚刚呢小麦呢就帮大家开箱了 我手上这个小米11的Ultra 对那个开箱视频呢是我前几天拍的 所以说现在距离我上手试完这个小米11Ultra呢 已经过大概四天左右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呢我每天都是在重度使用 所以现在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这台小米11Ultra的一些看法和使用感受 小米11真的不值得买 为什么 我觉得这台小米11呢 对于我之前拥有小米10Ultra的人来说呢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么一个升级的意义 首先先讲它这个摄像头吧 它这颗摄像头呢 主打的还是我上个视频聊到的 这么一个跟三星合作的GM2 那个将近一英寸的底 那么这个底呢表现的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一些细节还是挺到位 但是 但是啊各位 给大家看看这个样张 看到没有 这是我拿到手机在夜晚上拍的第一张 就直接让我有点退烧的感觉 有可能是它这个底太大的关系 第二个点它跟10Ultra比起来 在夜景拍摄方面 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说这个镜头 它没有给到我一个接近一英寸底 这么一个拍出来的画质感 我觉得希望小米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主色把它给调好看 然后三个镜头呢 我觉得超广角的画质很不错 但是呢有畸变 长焦这颗镜头呢 其实是跟小米10Ultra 那颗长焦5倍光学变焦是一样的 三颗镜头的白平衡调校 还是需要提高 因为偶尔会出现三个镜头 白平衡不同 这个就很困扰 而且这个主色有点偏紫的现象 我希望下一次的软件更新呢 可以把这个问题给修复了 它后面这个 评显呢 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 虽然之前某一家品牌也做过 但是我觉得它会更加的实用一点啊 你接电话 信息 一些时间显示都有 它这块背屏呢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它可以不断的去更换你喜欢的图片 比如说我就可以做到富士跟小米联名的这么一个手机的联名款出来 所以说你想跟谁联名就想跟谁联名 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做自拍的时候 它后面这个呢是可以做一个自拍镜这么一个使用 那说起这个自拍镜呢 我觉得它的启用有点麻烦 各位 如果我要使用后面这个背屏的话呢 我首先要打开相机 打开相机之后呢 我要再调到右上角 然后要点开复屏预览 后面呢才可以看到自己哦 各位 然后一个点呢 我希望小米在下次更新的时候做到的 就是在录像的时候 我希望小米11 Ultra的后面的背屏也可以被用到 目前来说 你打开这个录像的话 点开右上角 它是不可以调到背屏的 各位 所以说我要拍Vlog的话呢 它后面这块屏幕是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的 就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 就等于是这块屏幕 我本来希望它在拍视频的时候可以用到 那现在是用不到的 这台小米11 Ultra 它这个掉电的速度异常的快 就是昨天我充满出门 就在地铁上面听听歌刷刷微博看看抖音 但是 但是只用了半天不到 半天不到 它就从100%掉到28%了 我中途都全程都没有玩游戏 而且呢到后半段 我还打开了省电模式 各位 这个掉电就有一点 太夸张了点啊 下一次固件升级的时候 希望呢 它把这个电池的功耗 稍微的去调整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电耗 稍微降低一点 延长一下待机的时间 说了那么多缺点 我们现在说说优点 首先 这手机 我觉得它后面这一块陶瓷的背板抓上去 真的非常的舒服 很有手感啊 很有手感 它跟玻璃不一样 一摸就知道它整个机型是很有质感的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 它现在终于支持了这个IP68的防尘防水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洗澡的时候玩手机的人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我就稍微的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呢 玩一玩手机啊 哈马卡顿帮它调音的这个扬声器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基本上呢 如果你出去稍微的跟朋友聚会 想放点音乐的话 这个扬声器 我觉得是非常OK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就是它支持了67瓦的无线快充 这个呢是小米新出的80瓦的无线快充 而且呢 它是专门带了一个120瓦的这么一个充电头 这个充电头呢 就价格不菲了 各位 但是啊还是但是这个鬼东西啊很吵 它因为它有个散热风扇在这里 你整个房子都很明显 可以听到这个无线充电的一个轰鸣声 它很像我们电动车在充电的时候 那个充电桩发出来这个高频的风扇的声音 我更觉得我还好啦 但是如果你对声音非常敏感的人来说呢 这个声音会有点太大 而且它这个手机是可以调它的这个风量 但是我把它调到关闭这个最大风量的之后呢 它还是很吵 但它无线充电真的非常的快 跟它有线充电是一样快的 然后就是它这块屏幕 它这块屏幕呢 120赫子的刷新率真的 非常的爽 2K加120能不耗电吗 但是用它来看片的话呢 真的非常的爽 大家可以看一下小米11Ultra后面这个凸起 还是非常的夸张的 但是我发现呢 其实它有自带的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 对我可以把它挂在我的屏幕上面来刷抖音 就不用再低头玩手机啦 超方便的 然后在游戏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这次它搭载的是骁龙888的芯片 我买的是12G加256的这么一个配置 整体使用下来我觉得在机子除了它这个耗电量比较大之外呢 其他部分都还不错啦 都还不错 但这个镜头啊各位这个镜头呢 我希望小米可以再做一下调整 把它优化的更好一点 OK 那么今天这个小麦带大家去开箱上手试玩小米11Ultra 那就结束啦 大家如果对它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啦 记得点个赞分享出去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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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